师父教我书孝顺,给我提供历练的舞台,自己长了能耐,学了本事,生活上也给予帮助,做人要知道感恩,我实事求是说出我该说的。 问心无愧,告诫那些无端指责,不明事理的无耻之徒,有能耐上海来找我,我光明正大不怕与你见面,否则免开尊口。 本人高喝彩,2002年和北京茂大学法学学毕业,法学学士,现在上海经营一家贸易公司,虽没有大富大贵,但养家糊口足矣,2014年5月,又已不再得云社就职。 监师父遭人污蔑,作为徒弟出来说句公道话,应是理所当然,去遭无耻之徒疯狂指责,骂帽,是君子当面来找我。 我在上海随时恭候,同时本人感谢真正的一时父母,对我的关心与厚爱,2015年在上海创办了笑乐会向上会馆,兼致每个周末演出,虽然向上夜夜不惊,但竭尽所能演出,为大家带来欢乐。 承蒙上海观众后爱,总体评价还算不错大众点评五星,也算没给师父丢脸,由于自由酷爱向上,2006年考入德云社贺色科学艺。 不仅我本人,整科的学员都没有交过任何费用,学艺第一年每周末上课,下课后后才听活,看老师们现场演出,演出结束帮忙打扫卫生,每月月考,成绩不达标准。 第二年以正货为主准备节目老师觉得可以上台后统一安排德云书馆演出,这时候没有演出费前,有交通补助每人20元节目数量达到30个,学员可以拿演出费每场75元,第三年观众反应不错的学员,并且节目数量达到30以上到小剧场参加演出,拿演员工资每人每场150元,按月发报。 演员级别不同场份不同,最高可以拿到500元,每场当时我们学员别收给钱了,就是一分不给能让我们参加演出,都是万分容挺的。 因为像省学习与众不同,可传心受,但更重要的是要建名场,要登台演出,舞台上的历练对于一个演员的成长才是最重要的。 没有舞台你什么都不是,尝不了经验,学不了能耐,所以说能到小剧场演出那是很难得的机会,每个学员也自然相当努力与珍惜。 从开始每周两,三场到后来七,八场,学员收入也是高于当时像生业类同行收入的。 师兄弟中有人学历不高,没有其他正式工作。 晚上和周末台的剧场演出,遇到工作与演出冲突,提前请假可以不来演出,能靠说相声挣到这个钱,已然是相当不错了。 有些师兄弟还住在师父南武环的德云基地,管吃管住,又搬车接送。 2009年拜市,师兄弟们每人两千元,用于师父、师娘、野师、宝师、大师和主持人,购马金戒指各一枚。 师父、师娘每个图顶回礼一份,玉竹山一把北京实礼盒劳价值一千元,红木形子一块,玉死板一副价值六百元, 首券一副价值五十元,本人在师兄弟中年龄较长,大学毕业两年后结婚。 婚后有一女、师父、师娘甚至疼爱,每逢家节,都给爱女红包,少则两千元每次,令我与搭档张鹤帆,每年对外商演三到四次,每次六千元演员级别高的还要多,这个钱都是现金。 由阮宇平师哥亲自发到我们手里,但今社会困难时候借钱最难了。 2010年本人购房向师父借款五万,师娘立刻安排公司财务给我打了款。 2014年公司业务调整到了上海,被迫放弃了德云社这个舞台,经过努力拼搏公司业务发展的相当不错。 还是那句话,虽没有大富大贵,但足以养家糊口,2015年金师傅允许,创办了向乐会向上会馆,并以一名高贺彩对外宣传。 虽没把向上当成主业来干,但每场演出我们都尽心尽力,做到对得起每一位捧场观众。 这是师父教导我们的,义得就是要对得起观众,对得起观众的票钱,师父教我书项声,给我提供历练的舞台,自己长了能耐,学了本事,生活上也给予帮助,做人要知道感恩。 我实事求是说出我该说的,问心无愧,告诫那些,无端指责,不明事理的,无耻之徒,又能耐上海来找我,我光明正大不怕与你见面,否则免开针口。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